CREATE APPLICATION 它會找不到manager.py 理論上就是工作區的位置的問題 所以你可能換個固定的C碟或D碟 不要放在隨身碟 好像就比較不容易出錯啦 不過如果你看到還有什麼 因為我還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所以我也不知道 到底你們實際上是不是哪個地方環節 我都照標準流程 那裡面的話就是按照這樣的做 然後最後的話跑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不過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看到的假設 因為剛剛看到的結果只有什麼 青年壯年 你會發現這樣太單純了 太簡單了 那我會希望說 至少前面再加一個字吧 您輸入的年齡是幾歲 逗典 您的什麼呢 你是什麼 青年還是壯年 也許呢我們可以再把後面再多增加一些些的變化 比如說呢我最後希望看到的結果是長這樣子 你輸入的年齡是幾歲 你輸入年齡幾歲 是什麼 所以喔這邊的話呢就跟上學期學的串接一樣 但串接你要不能亂串喔 那你要怎麼樣剛剛好可以顯示出這樣的結果出來 那特別注意還有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字特別大 我們剛剛看到的字沒那麼大 所以喔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能夠做出這樣的效果的話 甚至顏色可以變更的話 怎麼做 當然如果說你要做一些比較基本的功能 用剛剛的那個HTTP的Response丟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要做比較複雜的話 那你就是要用另外一個 我印象一個那個Template有沒有 Template不是有放一個網頁嗎 那你可以再套那個網頁啦 所以喔我們 等於現在我們在複習喔 這前面都有教過 只是說喔 那同學可能前面學過的東西不見得 跟後面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好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喔 看到的結果是這樣 你輸入的年齡是幾歲的話 那我要在這個後面再增加一些東西的話 該怎麼做喔 其實你就是記得喔 直接修改哪裡呢 修改Views裡面 Response HTTP Response這個地方喔 那本來是出現什麼 壯年輕年 你只要在這邊前面加了什麼 自串 自串後面串接嘛 串接這個自串就可以了 那但是我需要看到的結果 是想像這樣 你輸入的年齡 幾歲是 所以這邊的話 你輸入的年齡 OK 輸入年齡 然後呢 就再把年齡給顯示出來 可是年齡這邊是一個變數 那怎麼樣把這個變數顯示出來呢 那剛好呢 你輸入年齡 它會透過這個 這個引數幫你帶過來 帶到哪裡呢 帶到這個Edge裡面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這個Edge搬到哪裡呢 串接 這邊過來 把Edge搬到這邊來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幾歲就顯示出來了 再串接什麼呢 4 什麼 這邊的話就多一個什麼 幾歲 所以再打兩個字叫什麼 歲 4 什麼 看得懂吧 OK 但是呢 這種寫法在VBA裡面沒有問題 可是在Python 有一個地方會出錯 請問哪裡會出錯 對 上學也特別強調 我們RUN一下給各位看 當然你今天RUN 你這個一定會出錯 它會告訴你什麼呢 我們直接再把它重新RUN一遍 Enter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 馬上告訴你答案了 所以以後你們看到這個畫面 千萬不要緊張 它已經告訴你錯在哪裡了 只是說它裡面沒有中文的 可是你要看Keyword 有沒有發現 Type就是資料型態 L就錯誤了 意思就是說你給我錯誤的資料型態 那你就要去針對什麼呢 資料型態去做檢查 那它底下還有跟你講說 Must be string not int 有沒有 又第二個線索了 所以其實以後你看到這個畫面 千萬不要緊張 這個畫面呢 看到就看到了 反正就把它修正就好了 那所以第一個 它告訴你最關鍵的 就是資料型態錯誤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一定要是自竄 不能夠是int 那你要看一下 你剛剛丟的東西裡面有沒有int 如果有 你就把它修正成Strim不就好了 有印象嗎 我們上學期好像這邊也有特別強調很多次喔 所以我們來切過來看一下 關鍵就是說 這邊已經轉成int了 所以這個Edge它會是整數的 那你整數不能放在自竄裡面啊 OK 所以不同的東西你不能放在一起 所以怎麼辦呢 它們是自竄 後面都是自竄 只有它不是 所以怎麼辦呢 把這個東西前面加一個什麼 Strim就可以了 STR 有沒有 前刮弧 再加一個什麼呢 後刮弧 不就OK了 應該懂的意思啦 OK 這個蠻重要的 因為我發現同學的問題 問最多都是這裡 而且 常常同學就是看到那個錯誤畫面喔 馬上就問說 老師到底什麼 我說上面不是告訴你答案了嗎 不是已經有答案 你不是自己改就好了 我是覺得應該是比較基本 但是好像同學都會害怕 好 可能不習慣啦 慢慢看久了 這東西沒什麼 不管你開發任何東西 一定會有錯誤啦 你錯誤就解決就好了嘛 他已經告訴你錯誤就改就好了嘛 除非你實際看不懂啦 不過基本上他錯誤訊息 我看大部分 八九 百分之九十以上 都是一般性的問題 OK 所以把這邊改完之後 Safe一下 然後做什麼呢 重新再把它Run一下喔 所以這邊的話 在Enter會不會正常呢 有沒有 你輸入的年齡 是60歲 有沒有60歲帶過來 那是什麼呢 壯年 馬上就OK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只是說 這個地方的話 改完之後 還會有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 字怎麼把它放大 有沒有 你講說老師那字怎麼放大 你這邊也沒辦法設定嘛 按右鍵 不行啦 而且你要輸出順便幫我設定 多大都沒關係 只要比現在看到的字大就可以了 大概可以長這個樣子 嗯 反正我們這邊有畫面 想想看要怎麼改 其實主要我當然希望你們可以動手啦 因為這東西真的很花時間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你只要一個地方錯就錯了 那怎麼做 至少會有兩種方法 一個要不就是說你用一個樣板 還有印象嗎 我們樣板 樣板的話呢 底下我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 比如說叫H.html 裡面就寫HTML預法 它不就自放大了 那其實我是把裡面呢 再串一個HTML的標籤 有沒有 開頭就是H1 H1就標題1 把它格式化就可以了 那如果這個是一個方法 可是這個方法有點麻煩 為什麼 因為你要在Templates裡面 增加一個網頁 有印象啦 我記得我這個都有講過啦 只是說同學可能還不太熟 那只是說 如果有沒有其他的方法更簡單 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把剛剛的題目變化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就是除了顯示什麼狀年之外 前面呢再幫我串接什麼 你輸入的年齡是幾歲 好 然後把在表面上 然後一陣子 再把在表面中 都較佳 跟他一陣子 要擺出